在明朝万历时期,万历皇帝与大臣们就立太子的国本问题展开了长达二十年的纠缠 皇长子与皇三子,一个无心插流却身居正为,一个私心偏爱却重义难为 财子本无罪,但万历皇帝的广断与大臣们的多多逼人,却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灾难 江西大学方志愿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带来万历新王路第八集 一场欢喜,一场愁 万历皇帝自从张居正去世,亲自翻开了三座大山以后,过了几年当家做主的好日子 但好几不长,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那就是历太子的问题 万历皇帝是龙庆皇帝的独子,继位登基顺理成章,毫无悬念 但当自己成为父亲时,万历皇帝所面临的麻烦却是从来未有过的 而这个麻烦的开端,却是源于自己的毫不经历 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愿教授,为您讲述万历新王路第八集 一场欢喜,一场愁 上一次我们曾经谈到过,一位叫做胡云林的三人 在杭州的西湖,把我们七级光其他将军骂得落荒而逃 那么另外一位三人,处于一种正义和对七级光的钦佩 他要为七级光报一件之仇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还得放下来 我们再讲另外一件事,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和皇帝有些关系 所以我们先回过头来,谈一谈我们久为了的万历皇帝 我们已经好几集没说他了 在万历六年,也就是万历皇帝十六岁的时候 在李太后他母亲的祖族之下,给他举行了婚礼 皇帝的婚礼不叫婚礼,叫大婚 这个皇后呢,姓王 从明臣主迁都到北京以后 历代明朝的皇帝选的皇后 一般是北方人 但是这个王皇后,这是将来人 将来哪里? 她来自于浙江的余瑶 是她家里迁到了北京以后 然后在北京住下来 实际上还是个江南女子 这个江南女子,据记载,是非常喜悦的 而且非常会体现人 非常会讨太后的喜悦 但是问题,这个皇后没有婚礼 结婚以后,从来没有怀孕 这就造成一个巨大的问题 而万历皇帝的所有苦劳 这段时间的苦劳,几乎都是由这个王皇后没有生育而引起来的 王皇后没有生育 但是其他的后妃给他生了不少的子女 根据记载,我们女儿不算 万历皇帝一共有八个儿子 这个大儿子后来取名叫朱长乐 但是他出生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朱长乐的母亲是万历皇帝的母亲 李太后这个慈民公女的一个姑娘 出生于点低位 据明史的记载 万历皇帝和这个王姓公女之间的故事 纯属楼兰 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是一个浪荡的少年 和一个苦命的女人 他之间发生了一个悲凉的故事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万历九年的年底 因为这个皇长子的出生,朱长乐的出生 是在万历十年八月 也就是张居正去世以后两个月 这个皇长子出生 那么在万历九年的年底 那么由于赵长 万历皇帝来到他母亲的慈灵宫 要跟母亲请安 那就遇上了这个王公女 也许他们曾经遇上过很多次 但是遇上很多次 没有发生故事 这一次就发生了故事 发生什么故事 万历皇帝私信了这个王公女 这一次私信 鬼死生猜 就让这个王公女怀孕了 但是万历皇帝根本不喜欢这个王公女 所以太监们也没有向太后汇报 万历皇帝也没有赏赐给别人任何东西 一直到 李太后发现这个王公女怀孕了 然后在这个追问之下 才知道儿子又做了一件好事 做了一件好事 尽管瞒着他 但是母亲还是很高兴 为什么高兴 终于可以住奶奶了 万历皇帝16岁开始大婚 到万历十年八月 这个儿子生下来之前 没有生过一男而已 所以太后心里也一直担心 担心什么呢 大婚几年 没生小孩 这到底是皇上的问题 儿子的问题 还是皇后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这个母亲放心了 那是皇后的问题 而不是皇帝的问题 既然皇帝没问题 太后当然开心 而且孙子孙女可以一个接一个出来 所以太后特别开心 于是把万历皇帝叫过来 来问他 怎么回事 本来是好年相问 但是万历皇帝不左右而言他 他说没这个事 病得急了 皇帝不承认 说没这个事 李太后说没这个事 叫万历皇帝宦官把起居路拉过来 然后一对照 时间地点人物 你赖也赖不掉 皇帝这个时候承认了 所以我们就说万历皇帝干这件事情 他到底是真的不记得还是假的不记得 如果是真的不记得 那可能事情还更严重 也许他就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了不起 就像到母亲这个宫殿里头上了一场厕所那么容易 上厕所还要记住吗 不需要记住 所以我为什么这是一个浪荡的少年和一个苦命的女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悲凉的故事 按道理来说 皇长子的诞生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事情 我想万历皇帝他也应该高兴 但是他又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实在不喜欢这个王公女 由于不喜欢王公女 所以对这个儿子也心里产生了某种厌烦 这个皇长子朱长乐就和他的母亲一样 住民是一个苦命的人 他母亲苦命是因为皇帝不喜欢他 这个皇长子的苦命 一个是皇帝不喜欢他的母亲 同时对他心生厌倦 第二更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接连出来几个弟弟 这个很要命 如果他后面没弟弟了 皇帝就这一个儿子了 什么事都没有 就因为他有弟弟 而且这个弟弟来得很强势 万历皇帝的第二个儿子也是一个宫女所生 但是生了以后不到一个月夭折了 问题出在第三个儿子身上 也就是朱长乐的二弟 这个第三个儿子出生在万历十四年的真月初五日 也就是比皇长子小三岁半的样子 但是他这个出生很高贵 谁的儿子 一个贵妃的儿子 她是可以说是万历十四后一个传奇女子 这位郑贵妃她是北京大姓人 万历初年就入宫了 不久就进封为贵妃 她可以说是万历皇帝的红颜知己 他们在一起可以阅读作品 在一起可以讨论人生 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 有无数的共同语言 所以万历皇帝爱乌激乌 既然喜欢这个郑贵妃 也就同时喜欢他的儿子 因此一生下来以后 郑贵妃立即得到了进封 进封什么 进封为皇贵妃 那么我们拆取 那么皇长子的母亲 这个王公女怎么办 王公女在太后的这种激励推动下 被进封为王公妃 所以这样一来 皇长子的母亲 叫王公妃 她听到太后很有头脑 头脑是什么 她让这个皇长子的母亲 她也有生命 她就不是宫女的儿子 她是谁的儿子 是兵妃的儿子 但是你再是王公妃 也抵不上这个郑贵妃 她要进封为皇贵妃 离皇后只差一步之一 所以万历皇帝也好 郑贵妃也好 她夫妻两个 就沉浸在儿子里出生的这种欢乐和喜庆之中 所以说万历皇帝这一段时间 是更快活的时候 大臣们纷纷上书 是祝贵 祝贵什么 祝贵黄三子的诞生 祝贵郑贵妃 因为皇上生了一个皇子 到了快满月的时候 这个黄三子后来取了个名字叫朱昌寻 朱昌寻快满月的时候 内阁又上了咒术 万历皇帝很高兴 因为又是一种祝贵的这个咒术 因为快满月了嘛 肯定是说黄三子快满月了 我们又来恭喜 但是等到把这个咒术一打开来一看 万历皇帝 隐隐约约压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 终于压在了心口 什么原因 以内阁首辅深思行为首的内阁的咒术 只提一个是 没有诸贵黄三子满月的这个事 什么是 提出了一个 早立太子已定国本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黄太子先撤立 这样一来 国本就定了 国家的根本就定下来了 那么策略隐约压太子 当然是黄长子 就是王公妃 王公女的那个儿子 万历皇帝一看 这个生气啊 但是没办法 为什么没办法 因为站在内阁的立场上 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我们刚才说 这个时候的内阁首辅 是叫深思行 这个人来自于苏州 他和张居正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张居正是雷厉风行 碰到事情 说干就干 而这个深思行呢 他善于涡旋 善于调剂各种人际关系 从来就在汉林院工作 自从加进四十一年 考中了状元 然后历代的首辅 对他都很器重 包括徐杰 包括高拱 包括张居正 到了万历十一年 他开始做首辅了 于是他带着大家一起上书 因为他面临着一个无法涡旋的问题 什么问题无法涡旋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二选一 现在皇帝有两个皇子了 必须要立一个做太子 他们躲也躲不过去 所以必须上书 立太子立谁 立皇长子 因为这是明朝的规矩 也是中国历代的规矩 第一 是立嫡 嫡子 什么叫做嫡子 就是皇后的儿子 太子的侧风 立嫡 立长 最好是皇后的儿子 还最好是长子 现在皇后媚上儿子 那就立长子 而且 这个皇长子到现在有多大了 到现在五个年头 所以他们提出要立 说五年于之一 五年到现在了 我们该立太子了 站在内阁的立场上 他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因为明朝立太子都立得很早 让我们算一算 这个正统皇帝 他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多大岁数 四个月 正统皇帝的儿子 陈华皇帝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多大 两岁 实际上是一岁临十一个月 然后接下来的不是两岁 最多的就是六岁 那么周长乐已经是五个年头了 也应该立为太子 所以从内阁来说 他是完全有道理的 但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 同时一件事情 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是是还是非 往往是从立场出发的 从内阁的立场出发 他要立皇长子为太子 但是 从 郑贵妃和皇帝的立场上来说 就觉得这个内阁太没名堂了 为什么太没名堂 你们既然说皇长子出生到现在 已经五个年头 那将近五年以来你们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不提出立太子 为什么早不提出晚不提出 当郑贵妃 皇贵妃为我生了皇三子以后 你们就提出立太子 这么明显对着郑贵妃的儿子吗 所以 从皇帝的立场和郑贵妃的立场上来说 这个内阁就是为他们扯的 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 内阁提出要立皇长子为太子 就是针对皇三子而来的 他们为什么过去不提 因为在等 等什么 等争取 皇后还是能够生儿子 因为太医还在不断的调理 皇后还年轻 通过吃药通过治疗 也许还能生儿子 如果这个太子立得太早 万一皇后又生了儿子怎么办 你是不是把这个太子废掉 你这个也没名堂嘛 所以他们在等 但是现在来不及了 等不及 为什么等不及 郑贵妃生儿子了 而看一看皇后那边毫无动静 可能就已经不会生育了 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必须早一点定下来 这是内阁的盘算 皇帝看到这个以后 批了几个字 说玄子又弱 这个长子 现在身体还不是太好 等过两三年以后 我们再考虑这个事情 那么内阁都是一些老练的政治家了 一看到皇帝批这个条子一来 他们故意歪去皇帝的意思 说皇帝身体不太好 有什么关系 这个太子 现在身体不这么健壮 有什么关系 难道他还成熟不了 就在皇宫里面举行一个仪式吗 这么小的运动量 他应该接受得了吗 他从这个角度来说 皇帝一看 你跟我玩糊涂 我也跟我玩糊涂 干脆不理睬 我们过去不断的谈 当国家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当皇帝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有一批人一定要提一下 哪批人 阎官 御史和姬世忠 他们要出动 这个时候他们出动了 首先出动的是一个叫做江淫林的 妇科姬世忠 他上了一道咒书 这个咒书这个书名很恶毒的 叫什么书名呢 说正名定分 国本所以安 别贤名威 君道所以正 你看看 他是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 孔子在论语里头有一句著名的话 叫什么话呢 叫做名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就变成这个姬世忠江淫林的理论依据了 他就提出你皇上 有几个事情 名不正言不顺 哪几个事情 第一 你郑贵妃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 你就也名不正言不顺 为什么 他不过生了一个皇三子 人家王公妃生了一个皇长子 你如果要把郑贵妃进封为皇贵妃 那王公妃怎么办 你不是名不正言不顺吗 这是七 其二 皇上说这个长子身体不好 就缓立太子 这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为什么 因为根据国家的法律 立敌立长 没有说立强立壮 哪里说哪个强壮就立哪个为太子 没这个事 然后第三 既然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 不管你皇上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 不管郑贵妃有什么进一步的想法 注定是不能成功的 注定是要失败的 你看看 非常歹毒 所以万里皇帝和郑贵妃 他面临的是这样一般言管 换句话来说 你如果名不正言不顺 国本就不得安定 你做皇帝也做的不地道 你这个军道就不正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那怎么办 江云林提出 实际的事情也很好办 解决两个问题 什么问题 第一 在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的同时 把王公妃 皇长子的母亲也进封为贵妃 皇公妃 皇贵妃 两个一样 那没问题了 第二 也很好办 把皇长子立为太子 什么问题都解决 你看看 他替皇帝出主意了 那皇帝怎么办 皇帝看到这个咒书 气得要命 当时的记载是 便招大党 什么意思 把那些著名的宦官 大宦官 司地监的宦官 統統招过来 把这个咒书摔在地上 然后说 你们看看 我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 和这个立太子是完全没关系的事 你这个阎官 为什么嘲弄我 你们跟我讲讲道理看 要惩罚这小子 当然惩罚是一定要惩罚的 因为江云林说这个话 已经把皇帝所有的退路堵断了 不管皇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打算 郑贵妃有什么其他的打算 他全说在这里 你所做的以后的一切事情 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 名不正言不顺 那么就事情一定办不成 皇帝说 一定要把这小子贬折到一个边缘的地方去 贬折到极边 我们过去曾经谈过几个极边的地方 像杨廷河的儿子杨胜 贬到云南的永昌位 那是极边 还有其他人也极边 但是这个时候立不扶弄了皇帝 怎么扶弄 他们跟这个江云林选那个地方 选到哪里 看上去是极边的地方 而且看上去是极其危险的地方 叫山西 大同府 广昌县 大同在明朝是军事要敌 大同的北边就是蒙古人活动的地方 所以明朝有一句观念说命运低到山西 三个西 其中一个西就是这个山西 为什么这个山西说命运低到那个地方 天气比较寒冷 人民比较贫穷 还有蒙古人活动比较多 有生命危险 所以浪草到这个地方去 大概皇帝也没有管到底这个广昌县在哪里 那年头查地图可能也查得不准 但是诸位一查地图 会知道 吏布扶弄了皇帝 因为这个广昌县 不是在大同府的西北 而是在大同府的东南 离北京不是太远 所以贬着到这个地方 离北京比较方便 但是这个江云林的这个受到的惩罚 他取得了超值的回报 什么超值的回报 皇帝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急 表明自己没有什么其他想法 不断地下咒诅 来表明他怎么下咒诅的 我念两句话给大家听一听 第一句说 贵妃敬奉勤劳 特加俗风 立出自由掌握 我奉正贵妃只是因为她租入到位 没什么其他意思 这跟离太子是两回事 离太子是长幼有序的 还有一段话 我朝立处 自有呈现 岂敢施己已坏功能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立太子 我们是有惩罚的 不要说我们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即使我有其他的想法 我也不能用自己的这种想法 来干预和破坏国家的职力 你看看 这就是年轻的皇帝 急于表白自己 把话都说满了 他说的太满 所以以后他这两道造书 以及这些表白 成为文官们 对他进行抨击 对他有其他的想法 进行指责的一个杀手剑 你一旦有想法 我就把你的东西拿出来 你曾经说过 你是不是失忆 你看看 这君臣之间也是一场博弈 但是如果仅仅如此 皇帝可能还不会太反 反还反在哪里 不但是要对付外面的事情 外面的事情他还好办一点 关键是里面的事情 里面什么事情 他的母亲 这个李太后也不是等先之辈 尽管他不管政事了 不管国家的事了 但是家里面的事 他当家做出 因为他管万历皇帝管惯了 万历皇帝不管多大 他认为总还没长大 所以大婚选皇后 是李太后做出 王公女在还孕期间 进封为王公妃 也是太后做出 现在太后仍然要做出 所以当听说这个江云林 被贬到极边去以后 皇帝照常还是要请安的嘛 这一次请安的时候太后 漫不经心地问 听说又出事了 听说又有人贬到外地去了 皇帝说是有这么回事 这个人太没道理 然后黄太后说 这个李太后问他 你到底是什么想法的 为什么还不离皇长子为黄太子 万历皇帝当然也有理由 还是那一套 想等等什么 两个等 第一 万一皇后 算了儿子怎么办 第二 这个皇长子身体不太好 万一立了以后 他出现问题又怎么办 太后不听那么多 说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你到底怎么想 这个儿子被母亲再一次逼急了 冷不定冒出一句话 匹都人直言 这个皇长子他不过是个都人的儿子 什么叫做都人子 在当时皇宫里头称公女叫都人 意思就是说他不过是个公女的儿子 凭什么李太子 言下之意 郑贵妃黄贵妃的儿子就差那么三年 他母亲我这么喜欢她 已经是皇贵妃了 为什么就因为这几个月 不能够把这皇贵妃的儿子立为太子 而一定要立这个都人之子 但是他情急之下说的这句话 太不懂事了 太伤老人的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母亲李太后 当年也是公女 你不是骂我吗 所以李太后勃然大怒 骂了一句 而已都人子 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你凭什么说人家是都人的儿子 你现在不做皇帝吗 难道公女的儿子就不可以做皇帝吗 这一句骂下去 骂的万里皇帝怎么样 伏地不起 所以万里皇帝还是怕他母亲的 跪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所以在后宫 这个李太后是坚定不渝的 要立皇长子为太子的 他有他的想法 什么想法 第一同兵相邻 王公女是工人 我李太后过去也是工人 所以保护了王公女的儿子 等于维护了自己的身份 这是为自己打算的 第一第二为他的下属打算 因为王公女是他慈灵宫的一个工女 如果我慈灵宫的工女都得不到保护 那我这个太后还怎么装 第三她还要维护一个人 维护谁 维护王皇后 这个王皇后尽管不能生育 但是她对太后尽孝心尽得特别好 如果万一 郑贵妃的儿子 这个皇贵妃的儿子立为太子 那么母以子贵 郑贵妃的地位就要提高了 甚至要威慑到王皇后的这个地位 所以仅仅为这一条太后也得阻挡住郑贵妃的阴谋 所以面临着太后的这种态度 皇帝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么我们要说到那个王皇后 王皇后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态度 王皇后没有任何态度 所以王皇后没有生育 但是她很有教养 实际上是个聪明的女子 她知道这里头自己不能说话 自己一说话 所有的地方都要得罪 她不肯生 她不肯生什么意思 一切听太后的 这就叫做此处无声甚有声 她的这种贤惠 她的这种对所有的人都好 实际上是对郑贵妃的一种强大的压制 在中国古代过去有七处之条 没有生育的女子是要被修掉的 但是后来可以拉切 这个不会生育的女子 她的位置仍然保留 所以王皇后得于这么一条惯例 所以她的皇后的地位仍然保留 所以她不能发布太多的这种议论 但是极其聪明 郑贵妃怎么样 郑贵妃同样极其聪明 可以说所有这些女子里的 也许郑贵妃的聪明是最外露的 也是大家认为她最聪明的 我们不要怀疑她不会讨好太后 她绝对会讨好太后 她会把太后恐得非常开心 恐得非常好过 但是注意一条 在有一个问题上是没有价钱讲的 什么问题 就是你皇长子的问题 没有价钱可讲 我想郑贵妃她也一定会把王皇后适合得很好 使王皇后也很开心 对她有好感 但是王皇后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 也无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不表态 什么原因 现在这个郑贵妃已经是皇贵妃了 离皇后就差一步 如果让她的儿子做了太子 那就直接威胁到自己皇后的地位 所以宫中又是一场博弈 我们说两种博弈 第一种博弈 外庭和皇帝的博弈 第二种博弈 皇太后 王皇后 和郑贵妃和皇帝的博弈 所以中国的历史 如果我们一谈到明朝的历史 谈到皇族的历史 谈到这个国家的历史 往往就是一种博弈史 那么内庭和外庭的这种态势 使皇帝极其不开心 中国人有一句话 叫做一场欢喜一场愁 本来是十分开心的事 但是搞得大家都不得安身 尤其严重的是 他将成为明朝第一场灾难 因为围绕着这个到底立皇长子 还是辞立皇长子 还是立皇瞻子的问题 一直延续下去 这场争论 整整争论了将近二十年 明朝的国家也就折腾了二十年 那么皇帝怎么办 皇帝在这么一场博弈和折腾之中 他非常难办 一方面我们大家如果将心比心 他跟郑贵妃那么好的感情 那么情投意合 他确实很难下决心去伤他的心 但是根据国家的法律 根据母亲和外庭的这么一种意志 他自己也知道 要强行把皇三子立为太子 非常困难 这个是极其困难的 所以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 叫做长痛不如短痛 如果他一旦一下决心 就立皇长子为太子 让郑贵妃伤心一下 伤心过来也就完了 没指望了 一直让人家有指望 一直拦搏下去 而且一直对国家进行折腾 所以我说 皇帝是在外庭这种咄咄逼人的 这么一种攻势之下 在太后冷言冷语的这种嘲讽之下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 他为了维护郑贵妃的名誉 维护皇三子的利息 他不得不和太后和外庭他进行周旋 但是万里皇帝 一个是时代元化 第二个跟他个性 其他方面的因素的制约也有关系 使得他在这个问题上 他一方面他不好下决心立皇长子 另外一个方面 他有缺乏一种魄力 缺乏一种手段 缺乏什么魄力 缺乏强行费长利用的这种魄力 我就费长利用 怎么的 还缺乏一种手段 什么手段 通过劝退王皇后 列郑贵妃为皇后这种手段 在明朝历史上这种事情是有的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要谈到宣德皇帝 宣德皇帝就做过这种事情 让皇后自己打辞职报告 然后把他心爱的贵妃立为皇后 这个心立为皇后的贵妃为他生了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正统皇帝 所以这样一来 明朝的历史就在皇帝的这种矛盾的心态之中 在这种关于国本的争论之中 不停息的折腾下去 那么皇帝在干什么 心非易难之余 他在干什么 有人跟他总结了他在干的事情 干四件事 哪四件事 四个字 叫九色财气 那么在下一集我们就来谈一谈 万历皇帝在这一场国本之争中 如何在九色财气之中周旋和享受 谢谢 明朝万历皇帝 由于在历太子的问题上遭遇阻蔽 犹豫不决 不计可施 便心灰意冷不问正事 面对皇帝的不作为 一位直言干箭之臣 尚书怒斥皇帝 九色财气 那么万历皇帝是否真的贪财好色 而这又给明朝社会带来了什么呢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做客百家奖餐 为您带来万历新王路第九集 九色财气